男人拿起水瓶 仿佛病态一般 将瓶中的水一饮而尽 可是他还是不过瘾 一瓶接着一瓶 突然 男人看到不远处有个池塘 只见他抿了抿嘴 便推开司机 连滚带爬地扑了进去 那人张开嘴 大口大口地喝着池塘里的水 不一会儿 男人便没了呼吸 等到小美赶来 将他翻了个面 竟意外地发现男人变成了一具干尸 这可把小美吓坏了 早间新闻的时候他就有听说 韩国各处出现大量相同现象 并且在各处水域上都有大量尸体 起初他并不以为意 可万万没想到 这种事竟然发生在他的客户身上 另一边 法医已经开始研究起了尸体 他们发现死者只经过一个晚上 便变成了干尸 且每具尸体都有营养不良的情况 经过调查数据显示 这些死者生前都去过同一片水域 小美的弟弟是个警察 她奉命来到水域附近的村子 对这里的水源展开调查 对于弟弟的到来 这里的村民表现得十分抵触 原来村子是个旅游圣地 一旦发现有问题 那么游客就会大幅度减少 所以他们不但拒绝弟弟入村 还不让他在这里留宿 弟弟没办法 只好睡在车里将就一夜 等到第二天醒来 却便眼前的景象吓了一条 整条河流都是尸体 弟弟此时才明白 事情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可怕 与此同时 仅仅过了一天的时间 各地水域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现新的尸体 而水质报告也终于出来了 可奇怪的是 水里面并没有发现什么有毒物质 只有很多水中生物的诱体 着急忙慌的弟弟赶着处理尸体 竟然忽略了这个关键信息 与此同时 警方接到有人报案 有人死在了家里的浴缸里 等到警察赶到了现场 就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在死者的尸体上 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铁线虫 经过生物学家分析 这是一种变异后的铁线虫 能够寄生在人体里 感染的人群会时刻感到饥饿 这就导致了他们一直胡吃海塞 等到了排卵期 他们会刺激宿主的脑神经 发出口渴的指令 这使得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跳入水中 这时铁线虫就会脱离人体 进入水中繁殖 而一瞬间脱离了宿主 就会导致他们休克 从而短时间内死亡 所以在法医事检报告里 才会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 另一边 小美看到新闻 便着急忙慌地赶回家 因为就在昨天 自己的妻子和子女 全都出现新闻中的症状 这一家人很奇怪 晚餐时间只喝水不吃饭 一向温柔咸淑的妻子 脾气也在这时变得异常火爆 发完脾气后便自顾自地喝水 对刚才发生的失之若网文 隔天小美看到新闻 原来家人的异常 竟是感染了铁线虫 她立刻飞奔回家 问妻子是不是去过一处水域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她立马带着一家子前往医院 可这时医院里早已人满为患 此时的专家还在开座谈会 他们否决了手术的可能 因为铁线虫吸附在肠道上 手术难度极大且不说 稍有差池便会引发大出血 这时有人提议 铁线虫变异了不也还是寄生虫 可以用驱虫药解决 还没等他们临床实验 医院便送来了一例这样的病例 有个女孩得知自己被感染后 便想到了这个法子 可就在她吃下药后 浑身开始不停地抽搐 神情痛苦不堪 只见女孩口吐白沫 伴随着阵阵哀嚎 不一会儿便没了气息 政府一下子没辙了 他们只能采取隔离措施 将感染者集中隔离在医院 殊不知 这病还有群发症 只要有人发病 其他人也会受到影响 一同发病 而一旦隔离区内有人发作 后果将不堪设想 另一边 小美帝家里正在收拾东西 只见妻子死死盯着水池 甚至不顾丈夫的阻拦 一头扎了进去 孩子们也变得十分奇怪 小儿子在不停地喝水 女儿则是拍打着窗户 妻子还不满足 想要跑出去寻找水源 小美正下一个头两个大了 只能左右开弓 一下子擒住三人 与此同时 隔离区的人还是爆发了 他们瞬间便涌出了医院 并且争先恐后地寻找着水 他们跳进池塘 游泳管甚至水族箱 犹如飞蛾扑火一般 等到动静沉寂 各大水域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尸体 医院离此刻也是一片狼藉 一个失去妈妈的女孩 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年纪上小她还不懂得死别 只知道自己的妈妈不见了 仅仅一个晚上的时间 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三人个人 据不完全统计 本次感染者数量 已经达到了上百万人 政府赶紧发出应急预案 号召感染者主动前往隔离区 小美一家四口也住了进来 面对瞻前顾后的丈夫 妻子感到十分自责 要不是自己突发奇想带孩子去玩水 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小美在此时打断妻子 她觉得到底还是自己的问题 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 此时情况有了转机 医院里一个感染者竟然自愈了 原来误打误撞之下 这个病人吃了某一排子的蛆虫药 消息已经传出 人们争先恐后地前往药店买药 却被告知该药尽在半年前停产了 而政府只得找到制药厂负责人 开始进行谈判 这个男人真是丧心病狂 举国上下有近百万人受到感染 短时间内便会不治而亡 只有他们制药厂的药能够有效治疗 而这款药已经在半年前停产了 政府请求他们恢复生产 可随之男人提出要求 竟要政府收购制药厂 并且开出五万亿的价格 一时间政府陷入了两难 而小美正是这家药厂员工 她接到同事的电话 说是帮她搞到了一盒特效药 等到小美按照约定拿到药后 就在匆忙准备离开时 却被一旁一个凄惨的母亲 起了恻隐之心 小美来到女人跟前 将四颗药的其中一颗给了她 可这时围观的人们发现小美有药 全都跑上来哄抢 直到警车赶来 人们才四散而逃 可小美手上的药却已经成了粉末 她拼命地想要拾起地上的药渣子 此时她是多么地恨自己 而这时她接到了弟弟的电话 弟弟告诉她 这一切都是制药厂的阴谋 原来弟弟经过顺藤摸瓜 找到了制药厂的前研究员 经过一番言行逼问 这才得知了真相 原来是制药厂老板为了谋取暴力 才将变异的铁线虫投放进水中 并且在一处仓库内 还藏有十万盒特效药 得到消息后 二人很快赶到了仓库 扯开眼前的蛇捕 映入眼帘的全都是特效药 这下自己的妻子孩子都有救了 就在这时仓库铁门突然被关闭 随着玻璃碎裂 一个燃烧弹被扔了进来 原来他们的行踪已经暴露 有人想要杀人灭口 再毁尸灭捷 他们怎么也打不开铁门 随着大火弥漫 二人很快失去了意识 就在这时 一辆车破门而落 弟弟的女友及时地赶到 把他们救了出去 等到小美再次醒来 她挣扎着起身冲入了废墟 面对满地灰烬 小美懊恼自己再次与机会失之交臂 可这是她突然想到 自己在陪孩子玩做肥皂的游戏时 关键就是原料了 是啊 只要有原料在 那么特效药还能够再做 事不宜迟 她与弟弟兵分两路 弟弟回去照顾家人 自己则是前往制药厂 就这样小美开着卡车冲进了工厂 有人敢上前阻碍 她就持枪威胁 此行她已是抱着必死的决定 任何人都不能阻拦她 小美来到仓库面前 持枪轰开了门锁 就在她搬原料的时候 大批员工聚集在门口 员工们争先恐后地帮她搬着原料 原来制药厂老板的恶行被公之于众 总统已经下令 所有人允许仿制特效药 很快城市里多了很多货车 里面栽着特效药的原料 小美则在这时赶回了医院 与家人紧紧拥抱了在一起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铁线虫》入侵 借天灾人祸 揭露了人性在金钱欲望面前 是多么的贪婪和可怕 影片的最后也是在呼吁大家 无论多忙都要抽出时间陪伴家庭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记得给家里打回一通电话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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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